大批原警鶴槍實彈 衝進汽車旅館內 將嫌犯壓制在地 早警方雙手犯鋼 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原來三天前 他和女友吵架情緒失控 遲早當街揮舞 嚇壞附近鄰居 那個長齋的 就叫五盆大 上茶店來就要呼呼 結果可能吃飽 可能吃藥 那是藥都抓的 附近店員也清楚拍下 一名男子打赤搏手 還拿著力氣 一旁女子則是不停安撫 但他嘴裡依舊念念有詞 不肯罷休 原來二十七歲的遲刀嫌犯 住在台中封甲商圈附近 三十一號上午 疑似和女友大吵一架 拿著開山刀逛大街 警方接獲報案後 巡洩追查 一號晚上在西屯區 一處汽車旅館內 攻堅逮捕兩人 還在屋內查獲毒品 以及空氣槍 當場人賬聚獲 其實這名嫌犯 早就被警方盯上 因為二十九號疑似 也是跟女友大吵一架 喝醉酒後 報警說自己殺了人 但後來警方到女方住處 發現對方只是睡著了 事後調查的指示 雙方是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本民局立即成立專案消毒 立即展開調查 原男子長期吸毒 才會搞得神志不清 接連幾天鬧上警局 害得逢甲商圈附近住戶 爆受驚嚇 近新聞趙建林 和孟者張景函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把臉書圈被公了